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老歌 是《水木年华》在2000年左右的一张专辑 里面有一首歌曲叫《今天我们要走了》 那个专辑当时是连亮编曲 里面的每个佳花Solo都有它的感觉啊 它的个人风格 在《水木年华》的编曲里面 透露了它在抄载乐队时期的另一面 对 抄载完了都是重金属啊 死亡什么的 但是到了这个给其他乐手或者歌手编曲的时候 透露了它比较相对古典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这个节奏部分和Solo部分 都是非常短一点点 但很适合初学者 就是初学者入门的这些弹Solo的朋友可以学成 好 我们开始示范吧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首歌啊 是尽调的 90的速度 然后呢 刚开始这个制音啊 不是整首歌的这个制音啊 它是Solo 咱们给它伴奏这部分的制音 挺简单的啊 但是咱们这节课是针对初学者 弹Solo 所以说 把这个还是细讲一下 就是制音啊 很多人前面制音课程学来 还是学不好 我这里讲一个关键的东西啊 就是除了手要放在这里 找到一个就是你手能制到的一个最好的最佳位置啊 这个是制音那一刻说了 最佳位置就是你要寻找 过了就 出来声 没过 没有制到 就还有余音 所以 要找到那个关键点 这就是咱们说的啊 可以去制音那一刻细学那里啊 咱们这一刻最关键讲的是这个手怎么下 很多人手压在这里啊 就变成了一种 手在角动 这个手指在角动 你看这个手啊 右手 角动的感觉非常不好 这就不好弹了 要的是这个手跺 跺下去 跺下去的话 挨着这里怎么跺 跺不了 有些人就迷糊了是吧 怎么怎么办呢 看 首先先做这个动作 从空中跺下去 用这个地方 往这走 跺到以后 加上这个碰触琴弦 就是跺之后 跺在先 拨片在后 然后慢慢的找到感觉以后 然后手就不用离开了 你就会找到一种 在这里揉一样 就揉东西一样 就像这感觉 反复在揉 这样揉 这就是细节了 好 我们现在看怎么弹 第一个三五 这是个强力五和弦 G和弦 对 PM的话就是一个 我的手掌若音 就制音的意思 一个道理啊 闷音 手掌若音 制音是一回事 弹 两拍 这是八分音符 弹两拍 下来换这个 这个叫 E五和弦啊 我这个是七弦 所以大家不要 看错了啊 这上面这个 第七弦 好 再下一个就是 C五 C五在下面 好 再到下一拍式 两个这 两个退回来 退回来是B五啊 所以整体弹式 后两下退回来 然后咱们继续 继续 看下一小节 一样的 但是后面变了 后两下跑到这儿来了 五品叫第五 这就是制音部分 OK 下半部分 我们来看solo部分 好 第一个音 是从这儿滑过来 对 我模拟了 它的那个 电吉他的 那个音色 就是 水木年华 在录音时的音色 其实那个时候的音色 是比较薄的 不像现在这么薄嘛 它就是在混音的时候 低音是几乎切没了 但实际上 其实 我们的低音是很多的啊 但是我是刚才在录的时候 我把低音捡的比较少 然后我做了后期 让那个声音尽量跟原版一模一样 但是咱讲课的时候 还是要还原点吉他声的 但是我这里有木吉他模拟音色 所以带一点点木吉他的那种 金属音 琴弦的 好 这是一个 定向滑 就是从五滑到七 你从哪滑都行 都行 我一般是从五滑到七 这个声音不是烂声 是模拟木吉他声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想象一下那种感觉 好 到这个七 前面是一个负点音符 就是打 它本来是 一二三四 就是七七 但是他要抢一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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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打 打 二 打 打 二 这感觉 好 弹完这里以后 到下一小节 好 到这里啊 这里 退回来 这里是一个 十六分音符 打 打 打 这里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五 大家看好手指 下上下上波 到了这个手 多停一下 这一刻 对初学者比较友好 所以说我这讲的比较细 停一下 让其他的手不要按了 不要按了 就有一个定点 固定在这里 底下就好按 下面一弦了 然后到了这 你看这里有个 三十二分音符 非常快 记完 所以说这里的拍子 要掌握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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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也行 但是不弹啊 会有联谅演奏时的感觉 音与音之间啊 每次都播的话 它其实有割裂感 有断裂感 但你尽量的去用手指 去柔和的处理它的话 你会感觉到一种 比较顺滑 它这几个音接在一起 它接在一起的感觉非常好听 好 这就是刚才说到 三指 一指 二指 勾成零 看到没有 这个不弹 勾 弹到这儿以后 要来 下来啊 下来 这是个零 但是我这儿谱子上 我写了一个X 这个X其实是 雅音啊 这个声音不弹响也行啊 或者弹响也行 或者是 因为这个零弹完以后 就可以手上来弹四 这滑音 就可以连续滑了 这有一个四五滑到五 滑到五 然后弹五 再滑到七 弹七 再滑到九 弹八 用食指下来弹八 好 对 弹完这个八啊 要一个休止 十六分休止 手就可以放了 放了过来 这个过程中的 这个没声的时间啊 刚好是个十六分 拨完以后 再休止 休止怎么办 就是手往这儿虚按 或者这个手放上去 行啊 你放上去可以放 也可以拿拨片准备 下一次的拨弦 好 准备好以后 到了那一排 停半排 然后这个七和十 叫八度音 按好以后啊 中间这个音啊 用你的手指的这个 里面的多余的肉 把它挡住 让它别出声 好 就只剩下了 一弦和三弦的声 看到没有 中间那个弦 没什么声了 看到没有 弹上去再回来 滑回来也行 弹一下也行 我是弹 或者是滑 这叫双音的弹法 大家会了吗 这节课我讲的比较细啊 初学者一定要把这一个 呃 练习拿下 好 今天课程到这里了 想一对一服务 或者是买咱们的课程 或会员的同学 可以加咱们的课服 一对一的服务 就是教练式的 老师充当了一个教练式的 系统学习 或者是定制化学习 如果买课程的话 咱们B站充电的 或者是找客服 直接购买 打包好的 全部给你 还有一个就咱们的会员 会员就是现在的这个 正在发的这个视频的 颁奏和铺子 就这两个东西 叫资料 有时会附加一些分析的图解 啊 就这些 好 咱们下集课见 拜拜